坚定意志可以成就大事 继续来看这位老板也很坚定 终结过去荒唐岁月 为人生下半场开创新局 从不会烹饪变成料理高手 全台跑透透找灵感 开发海鲜加母鸭打响名号 其实他国中毕业就北上坠目 一心想赚钱 曾经走歪路 因为亲情让他走回正轨 傍晚时间五点一过 客人慢慢依序涌入店中 都是冲着正一位而来 黄永福忙着把姜母鸭与高汤 盛入桃锅中 连同客人点的配料 放在瓦斯炉上加热 接着砂锅转移阵地 放上一旁备好的木炭火炉 热腾腾之际送到客人的餐桌上 来 煎熬 锅里浑迁莫营的好滋味 无论是鲜嫩的鸭肉 还是甘醇清甜的汤头 隐藏着黄永福岁月打磨出的真功夫 傍晚开始做生意 黄永福中午就得上工进行准备 店内主角洪帆鸭是他几经挑选 饲养时间斤斤计较 关系到肉质与口感 这些也都吃了百二三天 如果吃的时候就要抬 不然这个吃的时候会发钱来 治疗一个鸭的鸭 一般的菜鸭有没有 烤不容易 不沾在烤 不假他人之手 切朵鸭肉相当豪迈大块 才不会因烹调后而缩水 现在去炒下去 对的部分比较多 那些部分就削得大块 因为你去炒下去 拉用就会知道了 我的部分 比较不容易炒下去的机会 机会你现在变成在这里 要削得大块 要炖出油而不腻的清澈汤头 从鸭身到嘴部都得仔细洗涤 可说每个步骤 都攸关到成品的好坏与成败 一般如果去用鸭肉 应该不像处理的这么清晰 杂质多 这个油煮起来肉比较油 这个糖头比较油 这个我如果没有油 我都把它煮到这里 煮到这里有的 它会变成油 这些备料的小细节 黄永福每一步都不肯放松 整整精精 坚守自定的标准程序 回想当年国中毕业后 早已立定志向 北上朝自己的梦想前进 看人们都来在繁华 当时大家像生化了 真好都清炒 钱都做了真好 我当时就买了 没想到十岁 想说金大伙要来 家来招牌 看家来生做怎样 我跟中央那边问 看我们要去 家人在補科什么 我说没有啦 没有補 要来家来贪钱 哎呀 没给我们反对 鴨肉准备好后 另一个主角姜之登场 黄永福舍去菜刀用酒瓶拍打 这项自行研发的创意 仿佛成为量身打造的拍奖器具 这个重量够了 还可以像这个形态不一样 可以这样 水着我们吃得比较好 制作姜母鸭靠的是真材实料 黄永福从一开始使用不同姜种进行搭配 到最后与小农合作 使用短小精干的黄肉姜 使其中的香辣风味发挥到极致 老姜也没有这个险的险度 因为我都吃过了 最早上我就是用老姜 用鸡筋 结果吃效果也没有这个好 之前是都用那种是5比5 还是3比7老姜和煮浆可以用 不然我现在都用这个 将麻油倒入拍打完成的黄肉姜上 接着进行爆香 看似简单的烹调步骤 成功与否的关键藏在细节中 这麻油在拼也不能用大火 大火的口味没有味道 因为你如果麻油这样拼一拼来 煮也没有麻油的香味 也都焙花的糟糕的 所以我如果要出楼的时候 我都会再滴出麻油 出的比较香 比较有麻油的香味 锅炉的一边进行爆香 黄永福利用控档又马不停蹄地 开始熬高汤 萝卜 大头菜等根筋类蔬菜 自然不可少 另外还找来了苹果 水梨 与甘蔗等水果进行熬煮 看中蔬果的阴阳与风味 本着实验精神让高汤风味不断升级 其实黄永福北上学的是美法 然而又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 闯出一片天 历经的是寂寞难耐与煎熬 打起来感觉 做蜘蛛应该第一天设置得更好 我觉得应该在家里 在家里出现真的艰苦 在家里住友住宅 人家看着便宜 要冲就冲 你站不动 现在晚上也累不穿 重点还没有朋友也没带 不被环境框架限制住 他认真学习怎么烹调 回头看黄永福总是谦虚地认为 制作薑母鸭并不困难 掌握材料与比例才是重点 就像汤头味道的调整 他只需要一根筷子就能精准拿捏 其实在年少时也曾迷惘过 然而财富来得快去得快 一度让他迷失自我 准备财方就粘软越来越来越多长 um到ill Ik foot 所以基本上就要ば辻 当然大盔还变着 很贪 将辅辅油爆香入味后 依需放入鸭肉进行翻炒 黄勇福拿着大纳的国产 替鸭肉进行死霸 巧手变出美味 黄勇福十多年来的基础功夫 可谓抬上三分钟 抬下十年功 当初从事送槟榔工作 就连儿子也相当不能认同 最后决心改头换面 找个正当职业重新出发 炒到入色入味的鸭肉 要软烂好入口 就得拉长通调时间 而炖得太久 又怕肉质变得过硬干柴 这时就必须借助闷烧这一招 闷烧过后的姜母鸭几乎大功告成 并触摸鸭掌做最后确认 层层关卡练就美味 黄勇福开业至今从无数的挫败中换来今日成果 他在做的心情 当然我回去做桌子 还在做桌子 还在桌子 还在桌子 有的吃酒 不走的 时间把他逮换 趁桌子 有时候我三个门 又去补菜 早上要补菜 这时候也是很累 虽然是有幸福 面临周年转业的黄勇福非常珍惜目前拥有的一切 然而生意想要做得持久 因此尝试在姜母鸭里放入海鲜食材 希望烹调出与众不同的风味 后来我们在含鸭 含很多种 很多种的海鲜 很多种都有人来含 感觉那山坡这样起来 有的小黄的香味 还有的甜味 感觉效果不错 还跟这些食材的这些来吃这些 说不如来南芒芹 为了挑选新鲜活跳的红巡 黄勇福每天得上市场亲自挑选 尽管是耗时费工的体力活 却是让姜母鸭美味加倍的秘方 你以为老公家的煮起来的楼 它也没有生甜味 你现在来的肉 起来糖又清 大块的鸭肉加上红巡的蟹黄蟹肉 吸附饱满汤汁 齐聚海陆食材精华的红巡姜母鸭 可说大大满足桃壳味蕾 王永福其实并不因此而自满 继续研发新彩色 其中加入20多种当季菇类与鸡肉的百菇锅 让爱好过物的朋友 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好滋味 听了对谈的中间 说三个三个来不吃丝肉 三个没吃丝肉 我不知我说不然 想不想我来做一个白鸡的 人家来不吃丝肉 可以吃白鸡 不知来做这个鸡肉 这个鸡肉就是改去 研究改去问 问后来 现在人家比较注重养生 吃这个骨鸡鸡对身体也不错 相當重視客人反饋的黃永福 每當客人吃完後 都會親自觀察吃剩的食材有哪些 藉此調整今後采買的種類 並修正自己的烹調方法 細膩貼心的經營守則 也成就生意一離不搖的原因 有的客人都吃空的 吃純粹出來的 也叫我們包的 就是對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心情就感覺有成就感 黃永福週年的華麗轉生 拿出過人的毅力與決心 開創人生的下半場 而且求新求變 讓紅巡江母鴨一軍突起 站上人生最高峰